現在正是日本的櫻花盛開 櫻花季 過去這個時期 很多人都會到日本去賞櫻 但是今年其實東京的櫻花 是提早盛開的 就連美國的華盛頓 櫻花也是提早綻放 或許你會說櫻花季提早綻放 有可能是因為 全球的氣候出現的問題 但其實櫻花提早開放的 這一個原因背後 恐怕還隱藏著地球的大災難 大浩劫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稍後都會帶你來了解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文史工作者劉灿榮 心童好 大家好 資產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命令老師謝遠景 心童好 大家好 資產媒體人江中博 心童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剛剛我們提到的是 日本東京的櫻花 今年提早綻放 它提早到了3月22號 這一個時間 其實已經創下了1200多年來 櫻花最早綻放的時間 除了剛剛提到了日本 其實美國華盛頓的櫻花 也是提早了一個禮拜來 綻放 那麼賞櫻花 賞美景的同時 其實科學家也提出了警告 說櫻花提早綻放 恐怕是要告訴我們 除了氣候危機之外 還有更大的災難 你知道日本人 其實很喜歡坐在櫻花樹下 然後櫻花這樣子落下來的時候 在那邊吃東西 可是您剛剛特別提到說 這一次日本 不管是東京或者京都的櫻花盛開的 這件事情 對於所謂的植物學家 還有氣象專家學家來講 他們其實會感到非常非常憂心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京都的櫻花 在3月26號 這個達到滿開 當然滿開是他們一個統計上面 一個做法 可是問題是這個滿開的時間點 其實打破了1200年以來 最早開的這個紀錄 甚至連東京也是 這個大家就很好奇講說 櫻花早開就早開 反正開了大家更早去看到櫻花 可是我剛剛為什麼提到 這些所謂的植物學家 還有這些所謂的生物學家 他們會感到憂心的是 其實花開跟整個的生物的自然界裡面 是很有關聯的你知道嗎 因為很簡單 我們一般講說花開了之後 中間不是有這個花蕊 花蕊裡面都有花蜜 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當這個花盛開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很多昆蟲或者是什麼 他們會去沾這個花蜜 有這個花粉對不對 但相對的來講 他們其實在幫這個花 在傳宗接代 因為會把它這個花粉 散播到很多地方去 如果有果實的話 他們吃了之後其實會帶到其他地方去 那這個其實在整個生態鏈裡面來講 就是一個它的很固定的循環 但問題是 如果今天這些花季或其他的花提早開 甚至果實提早這個盛產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事實上我們剛剛講 生態界是平衡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有花開 同樣的就會有這些生物的存在 有昆蟲會出來 對 沒錯 但問題是如果花提早開了 昆蟲還沒跑出來 昆蟲還在冬眠 所以這裡面就會遇到這樣一個狀況 你知道也就是動物的這個生理時鐘 跟牠的這個所謂植物的生理時鐘 沒有辦法搭配起來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對於這個整個生態鏈 會產生一個破壞 後來這個學家就發 那個專家們他們就發現到說 這個可能跟地球的氣溫上升 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你知道 從1820年開始 你會看到到今天為止 氣溫其實上升的攝氏3.5度 你不要小看3.5度而已 我們感覺沒什麼差 可是對於環境來講 包含到北極南極 都因為你這個上升之後 就產生變化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氣候異常 你看像日本它的花早開 台灣在這幾天裡面 大家都很擔心限水 為什麼 因為沒水你知道嗎 去年的時候還跟大家講說 你看台灣這兩年多好 這個風調然後沒有下雨 因為一下雨大家都怕這個 有災害什麼 你看我們不是編了好多好多錢 說要整治洪水什麼的 但沒想到現在突然跑出來 叫做限水 台灣遭遇到氣候異常 是1964年以來 第一次在遜期沒有颱風 也就在我們大概一般來講 大概5 6 7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說颱風季會來對不對 可能90 甚至有時候到11月 有個幾天都有點颱風 去年都沒有 都沒放到颱風加 對啊 所以現在包含的苗栗以南 中璋這個地方 目前都已經採取公五庭二 但問題是南部呢 南部現在很多人也擔心 北部大學都說 如果都沒有水 北部這邊是為什麼 以前還北水南宋 對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包含到這個氣候的部分 你會覺得好奇怪你知道嗎 台灣這邊是沒有下雨 可是居然在印尼跟東地溫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那邊的民眾 就覺得很辛苦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暴雨成災 你看一個地球 也不過就幾個地方而已 居然搞成這樣 那因為印尼那個地方 有熱帶氣旋的這個產生 沒有想到它產生了這個暴雨之後 你可以看得到在畫面上面 事實上它引發非常大的 洪水跟土石流 那甚至以東地溫的是個首都 叫做迪利亞 整個都是水你知道嗎 連總統府 總統府大家都說應該戒備森嚴對不對 總統府頭上也一個泥水坑 所以你看它那個水 其實已經造成它非常非常大的災害 而且你如果從新聞報導這邊來看 它最少造成160個人死亡 上千個人要撤離 那你會講說這個人我跟你講 官方數字是一回事 是實質上的可能那個數量 會比這個更多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在不同的地區裡面 氣候產生這麼大的一個差別 是不是跟我們的氣溫上升有關係的 事實上專家也發現到 從1980年來 其實南北極 他們大家都覺得有大冰山或什麼 他們其實不斷的在消融你知道嗎 以南極來講 這個1980年到現在為止 30年的時間 它的溶冰量增加6倍 如果換算成數字 大家會講說 4年有累積什麼 5萬800億噸的 這樣一個水量 我跟你講很簡單 海平面就上升14公里 海平面上升 你會說14公里 不然多少 1公分 1.4公分 沒什麼東西 但問題是你想想看 它在40年裡面這樣子上升 而且溫度的變化 其實差了更多你知道 也就是說它在短期內 溫度這個級距的上升 導致它的溶冰是增加的 溶冰增加現在好了 在2100 2100年 如果離我們現在來講 可能就沒有個幾十 差沒有幾十年你知道嗎 差不多八十年 八十年之後 專家說 預估海平面上升只會超過 一公尺左右 上升一公尺 一公尺就很恐怖了 你知道嗎 所以有人說 我們台灣現在看起來 是一個寒濟的地方 你知道嗎 但因為我們有些地區 它的這個地層其實有下陷 像雲林那邊 對 那它如果再低於海平面 因為你如果沒有下陷海平面上升 你就低於海平面 水會管理賣你知道嗎 所以有一些學者 就開始提出警訊 講說如果它今天真的這個 海水上升的到一公尺左右的話 台灣可能會反一百金錢 你知道嗎 這樣差這麼多 像中央山脈的地方 旁邊連沿海都不見 那當然這是一個擔憂 好 問題就來了你知道 就有些很喜歡這個 創作的人就講說 我們有一個天堂 五月天你知道嗎 五月天有一個歌叫諾亞方舟 很出名你知道嗎 可是有人講說 好像預言街 是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諾亞方舟裡面 這個歌詞裡面有寫到這些 就你畫面上面看到 大家很喜歡這個團體 你知道 它居然阿信在創作的時候 想說 我們在甲板上摸到杜拜塔頂的塔尖 還有晚安海豚 越出西藏的屋簷 那好可能 那有可能對不對 但問題是如果海平面 不斷的上升 然後我們的地表 越來越不見的時候 這哪有可能 你有看過電影什麼2020 那個什麼2020 那個整個大洪水這樣 整個起來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天啊 這個希望不要發生 不然真的到那時候 有人要去台 你知道嗎 難道真的要做諾亞方舟嗎 但問題是 其實對於這個科學家來講 你今天這一些東西 都很有可能會引發出 其他的這個隱憂 為什麼你知道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些 對 不只是這些而已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 在氣候界 你可能講說大自然的變化 人類都有辦法應付 但人類真的是萬物之靈 有辦法面對各種災害 其實沒有 專家他其實像比爾蓋茲 他都已經這些人 他們都慢慢就提出這個警訊 包含到這個所謂流行病學的專家 他們就發現到說 在這個1918年的時候 其實也因為氣候的變遷 西班牙就出現嚴重的流感 你知道 那結果再算起來 你會不會發現到 最近有很多新的疾病 光有COVID-19 大家都會發現 全世界這樣死多少人 多少人 對 而且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故意怕 對啊 還沒解放 你什麼時候看過全世界大鎖國 是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開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就發現到 你如果是氣候變遷 然後再加上這個洪水進來 然後再加上溫度上面變化 是不是會增加這所謂的病毒 或者是我們 我們未知的這個東西 然後開始去清洗 我們的這個生活 所以很多人就很擔心講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未來會有更多 不知名的這個疾病 所以你看像比爾蓋茲 他就講說 氣候變遷會比這個什麼 比這個新冠病毒致命五倍 很簡單 你會記得當初 是恐龍怎麼不去 也是氣候變遷 也想說氣候變遷 有人是說火山佈化 然後造成那個 對 那可是如果說真的 如果這麼大的一個生物 他都沒有辦法去應付這種的話 人類說真的 你那麼渺小 這些東西一直變化起來 我們搞不好有一天 真的要像電影演的那樣 大家要大逃亡 好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天災 但接下來要提到的是人禍 這一個禮拜 大家其實聚焦的 都在太魯閣號 在花蓮的清水隧道口 發生了半世紀以來 最嚴重的一個事故 不過現在竟然有網友發現說 怎麼這個隧道上方 其實曾經立有兩座殉職碑 而這個碑上的殉職人數 恐怕跟這一次的災難 有一點點關聯 對 在整個救難救災的過程當中 就有一些比較老一輩的民眾 他就提醒了就是說 其實在這起事故的附近 有一個巧合 他們就發現在大清水的休息區 這邊有殉職碑 那是我們常常可能經過的時候 會去那邊休息的地方 是 沒有錯 就是當你在走蘇花公路的時候 或蘇花改公路的時候 你經過那附近的時候 你有時候可能有時候要停下來 稍微稍事休息一下 會在這個休息區 因為經過那這殉職碑 那也沒有什麼 可是後來仔細一開始發現 這殉職碑有一些內容 首先我們來看 就有一個殉職碑是這個 比較小的這一個 對 這個殉職碑後來被人家查出 就根據文獻的這個考證之後發現 它是為了要去紀念1922年11月 那時候還是日治時期 然後有51名的工人殉職 所以就做了這樣的一個紀念碑 但是很讓大家納悶的是說 這個紀念碑它上面並沒有寫 這51名工人是誰 也沒有說這51名工人 到底是為了什麼事 是趙橋而殉職 鋪路而殉職 還是開路而殉職 我們只知道會在這邊 一定是為了開路有關 但什麼原因都不知道 所以但畢竟也年代久遠 大家想一想這距今已經99年了 是 好 而且這個紀念碑 也不是本來的紀念碑 其實它是在1957年的時候 又被人家重新仿骨 然後再製作一個新的 我想應該是年久失修 但上面的人數 大家去看一下 有一些老一輩的民眾就說 你看 它是51 那你知道當時一開始死亡人數 本來是51人嗎 對 有人就說怎麼會這麼巧 剛好這個數字是吻合的 不過我們這邊也要平衡一下 就是說後來人數有下修 但你會發現就算下修 這人數也是相當的接近 那不過我們其實 跑車的新聞都知道 其實有時候很多事情 就是有這樣的巧合 而它的位置呢 就在這次出事定點的上方 那老一輩的民眾 去把這個往事給找出來 並且也有人 不是很唏噓的說 有一些巧合 是 不過還有第二件事情 就是也是會讓觀眾朋友 一開始有點不太理解 因為51變50 我身邊解釋了嘛 第二個就是 很多人都聽到 很多媒體在報 他說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 最嚴重的一次意外 那為什麼一直說 半個多世紀以來呢 台灣到現在 也不只半個世紀 是啊 沒錯 那就代表半個多世紀以前 一定也有發生過一次意外 而且比這是嚴重 對 那到底是什麼意外呢 是 很多媒體也沒講 來 我們今天這節目 就是來跟觀眾朋友回憶一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發生在1948年 所以嚴格來講 73年前半個多世紀 1948年5月28號 當時有一班台鐵的列車 它是從萬華要去板橋 很近 對 可是我們想到萬華到板橋 一定會跨一條河 台北市到新北市 一定會跨一條河 什麼河 新電溪 新電溪上面當時有橋 再來我們這是用一個示意圖 來給大家看 那結果當時出了什麼事情 當時就突然 第九節列車 我要先聲明這個示意圖 第九節列車 突然就燒起來了 突然燒起來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 列車是個密閉空間 它一旦燒起來 那絕對是裡面的人 蒼黃 驚慌失作 蒼黃逃命 那你這樣子會很危險 那時候有一個補票員 他在最後一節 他發現之後 他很厲害 他立刻就把一個罰給拉下來 叫車掌罰 各位可能比較沒有聽過 因為現在車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設備 這是什麼作用 車掌罰就是 如果你去把它拉下來之後 列車就會緊急停止 我是認為現在的列車 跟以前的列車 畢竟這是73年前的事 以前的話是在最後一節 剛好有這樣的一個開關 他就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為什麼 各位有能不能分析出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你的列車在燒 那你在燒的時候 你火一定會往前延伸 也會往後延伸 那我問你 你要怎麼逃 請問你在橋上 就跟我們這次也是很遺憾 在隧道裡頭 是不是 你要怎麼逃 你要怎麼救 同樣的你在這邊怎麼逃 我跟各位講 在列車員還沒有拉下 車掌罰的時候 有很多人是直接跳河 你知道嗎 直接跳河 從橋上這樣子跳下來 是 那還有人就是直接 葬身在火箍裡頭 是 那他這一拉 還好他有拉 還好他警覺 一拉 車停 所有的人不是擠在這嗎 趕快撐黃的從這裡逃出來 你才能夠在橋上 而不是跳下來 你才能夠趕快有 沿著那個橋 新鮮的空氣 你才能夠不會被火給燒 對不對 可是 我問各位 你這邊熊熊大火 不斷地往這邊延伸 不斷往這邊延伸 即使你做這個緊急組織 還是有人 會逃生不及 會來不及 也還是有人可能 會想要往前衝 而且火勢也會往前衝 是 所以這時候 當時 司儒 司儒是一個職位 可能有點類似 列車長啊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職位 他斷然做了一件事情 第九節車廂在這 第八節車廂在這 這邊 第八節當然也被火勢蔓延了 人也都往這逃 他直接從這邊 他把掛鉤給卡掉 把一節跟一節中間的那個 把他弄到 我們有一句話叫斷尾求生 是 雖然我們知道這樣 他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一定是也很掙扎 可是不能不這麼做 所以後來這邊的列車 就繼續往前開 而後面的呢 大家看一下 全毀 大家看一下 全毀 全毀 那次的死亡人數 本來一開始說是21人 後來也是上修到43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掉下來的 河裡頭的人 有些根本都找不到 最後最後 死亡人數確認是60是10 所以為什麼都是 半個多世紀以來 泰魯格列車是第二慘的 因為第一慘的是在1948年528的 這個列車火燒事件 什麼原因 當時的調查 很可能是第九節列車上面有乘客 帶了髒腦粉或者是汽油 這種易燃物 才導致這起意外發生 好 要再問一下謝老師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講這個蘇花公路 或者是蘇花鐵路這個部分 以前的老一輩都會講說 這一條路要經過的時候 開車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恐怕會有一些比較 詭異的事件會發生 那真的比如說在隧道口 或者是在這樣子蜿蜒的山路 會常常有一些 比較難去解釋的事情來產生嗎 好 首先第一個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這個所謂的山路裡頭 它事實上有分山羊 跟山陰的這個部分 那一般來說有一部分是陽光 比較容易照得到 但是有一些部分 剛好在彎的那個內側的時候 它可能陽光 永遠照不到那邊去 那民間裡頭 常容易出事的這個地方 往往也在這個地方 那我舉個例子 在民國大概差不多91年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高中生 那時候當時他們就想說 我們就是沿著這個九彎十八拐 然後蘇化公路這邊這樣 沿路這樣下去 那麼去玩 結果沒想到車子再開開開 然後想說這個如果真的要去 因為路很長 其實我們以前開的時候 那個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其實司機很容易疲累 對 所以有時候都要找人 在他旁邊提醒他或什麼 那於是他就找了一個八字 非常重的一個同學 就是坐在旁邊作證 車子這樣開的過程裡頭 沒想到就開開開開 到了這個 到了這一邊去的時候 就發現 怎麼前面這個隧道口的時候 一進去的時候發現 就前面好像有一點 有什麼東西在那邊 那再往前開的時候 到隧道口的這邊的時候 發現有個石頭在那個地方 大石頭在隧道那 對 那於是他就想說 那這個我們要 就是要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呢 也沒想到那麼多 但是問題是旁邊有個 灰灰黑黑的一個影像 那於是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個 灰灰黑黑的影像 那當車子 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八字很重的同學發現 不對 那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人形 那於是他就很緊張 重點他手上 好像有拿著什麼東西 是 他趕快向旁邊的人 他說減速減速減速 然後那個車數就從60 然後一路這樣降下來 降到20 快快快快 降下來 OK 車速降下來之後呢 其實有時候你知道 人家這個 在這種地方開的時候 後面有些人覺得你太太慢了 對啊 烏龜車啊 對 他就 就過去了 結果沒有想要 就一台BMW 就從旁邊 就衝過去 OK 他就看著人家呼嘯而過 就跑掉 可是他們因為這件事情 讓他們非常緊張 而且重點是八字中的同學 怎麼會突然間那個 所以大家就 懷著緊張忐忑心 那車速就一直維持 就是很慢 結果車子慢慢慢慢開 開到差不多凌晨左右 就是到了 終於到了這個 他們的這個民宿 沒有想到到民宿裡頭去的時候 一般我們習慣 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會開開電視 結果沒有想到 電視一打開的時候 就發現新聞在播報 有一台這個 這個車輛翻到這個 山谷下面去 那一拉上來的時候 一看到 BMW 那個車號 不就是剛才超過我們 就前面超過我們的 那一台車 就超車那一台啊 對 然後裡面呢 剛好有一男一女 就是就走掉了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 其實他們會很擔心 就想說 這個事情是不是就這樣過了 一般的人都想 那既然已經有這個 可能好像人家講 替死鬼一樣 代替了他們的話 是不是事情就這樣過 但是其實事情 並沒有那麼單純 那接下來 到了第二天的時候 他們想說 那這個 可能出去玩或什麼 那玩完回來 累了以後呢 那這個八字 比較重的同學 也就是開口 叫他們 減數的這個同學 就在這個 半夢玩有點 有點迷迷糊糊糊中 就聽到有人跟他講話 他就說 假不 罵他 雞婆 那他想他 他自己 他驚嚇過來 他在那 他驚嚇的那個同時 旁邊另外一個同學 就 有人抓我的腳 尖叫叫了起來 那大家其實真的說真話 經過這一番折磨之後 心理上壓力都很大 對 於是到了在隔天 他們就出去 要去玩水 玩水的過程中 結果到了那邊去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同學 就是先下海去了 那他就覺得奇怪 怎麼感覺 人有時候就是 會有感覺 就覺得有個東西出現 他趕快一看 一看就看到旁邊那個 他們帶去了有個女同學 女同學的背後 然後又開始出現 他在隧道口 看到那個霧狀的那個形狀 灰灰那個影子 後來他再仔細看的時候 不是 他又看到 看確定他的人形 而且也確定他拿了什麼 原來他拿一個令旗 令旗是要做什麼 我們在民俗上面來說 黑令旗來說 他叫黑令旗 因為他是黑色的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黑令旗 有什麼樣不一樣嗎 他其實跟一般 我們單純的抓交題 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民俗上面的說法也都 這個黑令旗 必須你有受到什麼樣的冤屈 下到地府去之後 要跟閻羅王報告 那閻羅王要同意你 去找這個人 那麼去OK 可能要去對付他或什麼 那同意你之後 才能夠拿到這個黑令旗 所以等於他有閻羅王的通行證 允許的 對 那他在想說 這個時候這個人就嚇一跳 他想糟糕不對了 會不會他要來的是 我們車上如果有五個人的話 但是摔下去那個車 只有兩個人 是不是人數不夠 所以他還要繼續再找他們 其實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樣 畜生自土不畏虎 他可能不知道這個黑令旗的嚴重性 所以他當時一看到 就趕快要準備東西 看看我身上有什麼 他又把那個平安符 然後我們那個大甲 那個媽祖的那個押轎金拿出來 他趕快給這個女同學 趕快你寫上自己的名字 然後他就 他在寫名字的同時 剛才講下水區那個同學 突然間溺水 趕快把那個另外一張 寫上他的名字 然後開始對著這個海邊 開始祈求 就請這個媽祖幫忙 沒有想要在這個過程中 居然在他祈禱完之後 這個溺水的同學破舊了 他拿了媽祖的押轎金 然後請媽祖娘娘幫忙保佑 然後第二個 他又找了當地的城隍爺 其實民俗上面城隍 他的由來他也是抓交替 是 他就是因為在水鬼 要抓交替 結果沒想要因為善心 結果後來被封為城隍 所以在民俗上面來說 他也請了這個 最後他還請了土地公 來幫忙壓車 車子才開回來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順利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講 就是說有些觀眾朋友 可能要稍微注意 有時候遇到這種情形 一定要謹慎小心 要不然的話後續 有些人像這個情況 他會一而再再而三 那就很麻煩了 聽從想要邀請您 一起加入Youtube會員 每個月只要兩到三杯 手搖引的價格 你就可以成為我們頻道的 專屬會員 擁有專屬於你的徽章 同時你還可以觀賞到 我們為你做的獨家影片 歡迎一起來加入支持我們 為大家創造更好的影片